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为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Java转移字符 OK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课堂大纲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列出两个小点啊 第一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常用的Java转移字符都有哪些啊 第二个呢 我们为大家其中一个呢 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事例 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这个转移字符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转移字符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写程序的时候啊 我们经常会处理一些比如说特殊的符号 特殊的符号想在我们的程序当中呢 进行一个输出 比如说我们想在我们的程序当中输出一个这个字表符 字表符 字表符 等一下我们再看字表符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我们再还可以输出一个这个回车符 对吧 我们知道吧 回车符 回车我们知道啊 键盘上都有是吧 这些呢就是一个特殊字符 那在我们写程序的时候呢 就应该对它进行一个转译 它有专门的转译字符 转译符号来去表示这个东西 明白了吧 这个意思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个这里我列出来一个简单的一个表格 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好 第一个呢 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叫 第一个叫杠N是吧 杠N 一个斜杠 然后一个N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一个换行的意思 将光标移动到下一行的第一格 就这样一个意思 OK 好 等一下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我们大概先过一遍 第二个呢 是这个杠R 这就表示一个回车符了 它是将 这个回车符大家需要 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 它是将光标移动到当前行的第一格 当前行 当前你所在的行的第一格 如果你在杠R前面 同一行前面再输出一些字符的话 有可能是显示不出来了 等一下我们可以中国代码一演示 你就知道了 杠T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字表符 杠T 对 杠T 一般它代表的是这个八个空格 对 就是你在屏幕里面输出的话 就是输出八个空格 就是用一个杠T 对对应的我们键盘 我们知道键盘上有一个Table键是吧 知道吧 键盘上有个Table键 就对应那个Table键所表示的那个空格数 就这个意思 知道了 然后有这个单引号 如果是你要在屏幕上 或者在我们程序里面输出一个单引号的话 你必须用这个杠 来进行这个单引号进行转译 因为单引号在我们这个程序里面 它是表示一个 我们知道在定义一个字符的时候 定一个字符 用刹定字符的时候 我们用单引号来定义的是吧 它已经有这个含义了是吧 所以你要在屏幕上 把这个单引号直接输出出来的话 要用转译 对 你就要用这个转译了 才能把它输出出来 就这个意思 那然后这个双引号同样道理 我们输出一个字符串的吧 用双引号引起来才能输出一个字符串 对不对 如果你要把这个双引号 当做这个字符输出来呢 我们也要进行转译 OK 就这个意思 还有同理 还有这个斜杠也是一样道理 斜杠你要用一个 因为这个斜杠本来的意思就是 一个转译的一个符号 转译的一个符号 那么你要用转译的符号去输出一个斜杠 对吧 那你要用两个斜杠就代表一个斜杠了 两个斜杠 两个斜杠代表产生一个斜杠的意思 明白了吧 OK 好现在呢我们在这儿我们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那我这儿呢 在我们的这个第18奖里面 我们先创建了一个叫ecaps ecaps这个X就是转译之符 好吧这个类 然后呢我们先打开 打开这个类 好假如说我们要输出一个 这个刚才说输出一个什么 换行符是吧 我们知道我们之前是用ln可以实现一个换行 对吧实现换行 实际上ln呢它也是使用-n 来去换换行的 它还对应那个方法就是plune 就不换行的方法对吧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个方法 利用来我们自己输出换行符的方式 来去进行换行 OK 比如说我输出一个 这个叫兄弟连对吧 兄弟连 输出一个兄弟连 OK 兄弟连然后加一个-n 这就表示输出兄弟连以后换行 换一行是吧 换了一行 我们如果我不输出-n 我们看一下效果 我编译Ctrl1是吧 对 Ctrl2 你看 它因为我们在空担输出的时候 它都会连着一起 请按任意键继续是吧 这个句话你看 它就跟兄弟连是不是连在一起啊 这表示没有换行是吧 没有换行 OK 如果我们在这加上一个-n 我们一起看一下 你看这个请按任意键就会换行会输出 因为这边有个换行符在这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了 好吧 这个就是代表一个换行符的意思 OK 好 然后我们再输出一句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 第二个字符是什么-r是吧 我们兄弟连这个比如说是加瓦这个系列课程 对吧 加瓦系列课程 ok 加瓦系列课程我们如果要输出一个-r的话 大家看啊 大家看看我们刚才这个这个介绍啊 说是光标移动到当前行的第一格是吧 对 对 那就是表示这是当前加瓦系列课程的第一格应该是在J的前面是吧 对对对 J的前面所以说你现在出出的结果是什么 你看 什么也没有 那个加瓦系列课程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因为光标回退到第一格了是吧第一格了所以没有 没有了吧 把那些覆盖掉了 对把那个覆盖掉了所以你就在这是不是不能这么加的 但是如果你加上这个-r-n 你看表示回车以后再换行是吧 换行这个时候它能不能输出来呢 就可以输出来 知道吧 因为它是换了一行了你在这 它本来是-n在这的光标只是个吧光标移动到这是吧 光标移动到这 然后你在直接换一行就到下面一行了 所以上面的字是没有被覆盖掉 是吧没有被覆盖掉 如果你直接输出的话呢 它会把它当做是一个空的一个一个字符输出来 然后就把前面你这个字呢给覆盖掉了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ok需要注意一下 未来我们再讲到这个这个这个 输出文件的时候啊 大家也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 换行的话必须使用这个-r-n-n一起用 才能在我们的文件中输出一行文字再换行 这个大家就注意一下 ok就可以了 好 这是-r这个字符 还有比如说我们在刚才说的这个 什么 -t -t -t字表符对吧 对 字表符 比如说 我们说 兄弟年加二系列课程 是吧 你好 你好 -t 是吧 我也好 你好 我也好 是吧 ok 这就是一个-t所代表的这个 应该空格空的比较多是吧 有八个空格 然后八个空格在这 ok 这是一个字表符 字表符 然后我们在这呢 我们为了换行物再加一个-n 好吧 再加一个-n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 还有我们看一下pbd 还有这个单一号是吧 对 单一号 ok 我们要输出这个单一号- 单一号 再输出一个单一号 我们在这 你看一个 这是表示输出一个单一号是吧 这表示再输出一个单一号 对不对 ok中间呢我们输出一句话 比如说 跟着-v哥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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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v哥走 怎么样 吃喝啥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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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们加一个换行 好 我们编译一下再执行 编一下 我这个单一号是换行以后再输出的 对不对 所以我应该把-放到后面 对把刚刚放在这个单一号的后边 ok 这样就没问题了是吧 嗯 哎 跟着-v哥走-吃喝啥都有 是吧 对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双一号的输出 双行输出同理 我们是要一个- 然后再加一个双一号 对吧 再加一个-一个双一号 对是吧 然后我们这中间呢再加上这个 最后一个换行 然后中间我们加上这个 中间里面写这个字 是吧 嗯 ok 同样啊 跟着-跟着- 微哥混 比如说 跟着- 微哥混 啥 未来- 未来- 未来一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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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个双一号就原意的这个把它输出出来了 是吧 对 输出出来了 我们还有一个是这个 还有一个是- 斜杠- 斜杠是吧 你要输出一个斜杠 那你就用什么 俩斜杠 俩斜杠 就输出一个斜杠 斜杠我们就直接输出了啊 你就输出一个斜杠 就用两个斜杠 表示一个斜杠 对不对 对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常用到的这个 转移字符 哎 微哥 这个转移字符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用啊 好 下面呢 在什么时候用到这个转移字符 我给你就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这个-t这个字表符来说 -t 我们可以就可以利用在控制台上进行输出的时候 用它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排版 一个工作 对吧 好 我们现在比如说看下面这个例子吧 好 OK 好 这里呢我能说创建一个text这个加文件是吧 使用-t这个转移字符呢 来输出一个表格 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了 OK 我们怎么来用呢 好 那我们打开这个我这个代码啊 好 第18讲 那这里呢我提前呢先建好了这个text这个这个文件了 我们打开 好 我们在这个main方法里面啊添加我们这个输出的这个值啊 比如说我要输出一个表格是吧 嗯 那就趴哎这个不是啊 直接就是System对吧 out.print ln 啊这个用ln了啊 好 ok 好比如说呃我们这里用到了是 比如说我要输出一个表格 表格里面的信息是有姓名对吧 嗯 姓名哎我加上个-t是不是可以隔开啊 隔开再加上这个年龄 年龄 年龄 年龄对吧再来一个-t 然后呢再加一个爱好比如说爱好 ok ok好这就是我们输出的一个这样一个句话 对吧嗯 这个表格表格的一个标题是吧 嗯然后呢比如说再输出一行这个呃 信息吧对应的信息啊 ok 好比如说呃就拿小白为例吧 好好小白嗯 小白今年多大了呀小白23岁哎 今年23是吧嗯很年轻哈 然后再加一个-t是吧嗯再加一个-t 对哎小白的爱好是哎呦从小就爱爱看片嘛 啊看片啊看片看啥片呀看片看片啊 ok看啥片看啥片 你懂的 ok大家都懂了啊好我们测试一下 你看哎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t字表符来去帮我们去 简单的你做一个这样的排版啊哦 哎输出一个呃没有表格的这个有点又又是一个表格的形式 嗯对吧对对这样的输出我们的这个一个信息 okokok好 好这是我们这个实例 哎OK我们这一节里面讲这个转移字符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 威哥在手天下我有下期再见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